幽灵的故事 鬼 鬼 这是真的吗 昨晚爸爸在皮罗林神社亲眼看见的 那妖怪长得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古灵精怪的 和原先生一模一样 好吓人 等等 我可没有强迫任何人答应今晚到神社去试试胆量的 我可没说 可是 绵绵 你要是害怕就别去了 跟着我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机会来了 要是胆量 我最喜欢吓人了 神社里共有两个继分点 继分点 李放的点心 最先把点心收集齐 全回来的队为胜者 听清楚了吗 有点心 我也要参加 校长先生 别任性 你和我要做裁判的 听到了吗 这怎么行啊 考验胆量这么野蛮的活动 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 那可不得了啊 放心 这只是个游戏 真倒霉 为什么把我和这个蠢家伙配成一对呢 真是的 各就各位 开始 校长 首先 把这些人家伙配成一对呢 首先 把胶贴贴在额头上 再贴上糖 然后是草莓咖喱 行了 还有果汁 真是天才的作品 好极了 好极了 这下我可以放心了 我看他们 等等我 坤布 我带了除妖怪的符寿 是大蒜味的 炸土豆片 我听说 妖怪最怕大蒜味的味道了 我还用巧克力弄了三个 弄了三个十字架吗 哥哥 这里真黑 我害怕 没关系的 好好跟着我 别一个人走丢了 哥哥 真奇怪 别去看花眼了 别贴我贴得这么紧 求你了 可是我害怕 那影子里有什么在动 天哪 亲爱的 你在哪 亲爱的 小钟这家伙比鬼还要可怕 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高高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真的没事 奇怪了 第一个继分点应该在这儿的 是啊 点心 我们开始第一个到的吧 走 去下一个继分点瞧瞧 这里也是 是湿的 真的有 真的有 真奇怪 怎么又撞回来了 怎么回事 我咋就说过 不要朝劲道走嘛 妈妈 可是你 我 我是平凡吧 我是平凡凡 又来了 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 真是 怎么了 我感觉有什么冷冰冰的东西 这是妖怪 非常可怕 不想被吃掉的话就乖乖的把点心交出来 你总该 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你们也听到什么吗 好啊 我好像听见怪兽的吼叫了 让我去看看 可是那吼叫声太可怕了 吓死我了 怎么了 那声惨叫 我们快去 大灵 你真做点 没事吧 我好啊 出来了 妖怪出来了 妖怪 怪物出来了 你就是怪物 另外 另外还有啊 爸爸 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讨厌 快出来了 出来了 老师 老师 怎么啦 又是爸爸搞的鬼吧 别那么小孩子气了 我可是站在这儿没动啊 我可是站在这儿没动啊 你老师 怎么这么多 你看 我看 你老师